这里呢老师先补充一个 就是我们刚刚在看模型的时候 因为已经建了墙壁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我都必须要这样子才看得到 那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就是比较方便 不要每次都好像用偷窥的嘛 就是从上面这样看 有一个方法 也许你可以做个参考 可以这样子 就是我们在下面3D仕图的地方 你可以按滑鼠的右键 这里会有一个叫做修改3D试点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把墙壁的透明度调整一下 也就是我们现在呢 因为你已经建好墙壁了 如果你每次要看这个摆放的情形 你就必须要就是变成由上往下看嘛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地方 把墙壁变成透明的 有没有这样就变半透明的 你也可以完全透明就看你 这样子的话呢 你在看的时候就不用那么辛苦 每次都要由上往下 你就可以用正常的角度去看它 好那如果你觉得不OK的 你再回到修改3D试点 再来把它调回来就好了 当然完全透明就包括什么 墙壁跟这个地板的部分 会完全的变透明 这样了解 这样也可以 所以这个部分呢 你可以参考一下 有些时候我们这样在看的时候 相对比较方便 好那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就是 你可以看到我们预设地板是灰灰的 那如果你往天空上看 有一个蓝蓝的 这个天空跟地板 其实也可以设定 一样在我们刚刚的修改3D试点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地面的颜色 还有天空的颜色 你可以选择用纹理 也可以直接用天空的纹理 这两个地板跟天空都有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直接去把它绣出来 比如说你要地板 你要草皮的 我可以全部都是草皮的 这样也OK 不过通常因为它的范围很大 所以这个可能就要看情形 因为大部分我们都会有一个范围嘛 你如果像我们现在这种情形 它就是整片连这个外面全部都是 那天空也是一样 就是整面都是 所以如果你的图不够大张 那它拼贴的 那个就会很多 就是要注意一下 它也可以替换这个地方 这样